怎麼會有兩張一千塊錢的呢? 爸爸,嫂子,我吃飯了 我跟嫂子說了 我約了朋友吃飯,不在家吃了 什麼事? 怎麼… 我這個盒子只放些散紙,一百塊錢 最大就是五百塊錢 但是剛才打開,無緣無故變成兩張一千塊錢 我那天上班沒有散紙,跟我唱的 你忘記了嗎? 是呀,忘記了 但是那天我唱一張給你 為什麼會變兩張呢? 明明是兩張,你真是當我老人千歸 那不只是你有牌子 今天吃飯用二千塊錢 不是普通飯局嘛 今天難得阿豹也來 豹叔,你記得是誰嗎? 記得,我小時候 你們倆經常說爛劇的 說什麼虎豹別墅,你們倆興建的 五妹,你怎麼看保健中心的資料 你有病嗎? 我接了張瑞做神秘顧客 身體檢查不用錢 你的工作挺爽的 有免費驗身,有薪金收 我首先試一下你們的服務行不行 如果行的話,幫你們拿下折扣 介紹你們做身體檢查 沒病沒痛,他來幹什麼? 大哥,你好像已經很久沒驗身了 好人好姐,要不要浪費幾千元? 不用跟他說了,他怕打針 我是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也覺得沒必要要這個豪華團 他還不是跟了我幾十年 病的事是不及你作主的 有病我不知道?不用浪費你這樣的錢 你不是以為會熬涼茶 就當自己是華佗才行嗎? 餵什麼?有些錢不能省 老人家一年不同一年 你上天說腸痛,你什麼時候去驗? 總之我自己有分數 你們不需要替我擔心,好嗎? 阿豹一向都準時,很少遲到 剛才打電話給他,又回去留言 我們很久沒見阿豹 不知道他有沒有以前那麼健身? 那時候他和大水 簡直是程駕處的孖寶 每年的體能測驗 都是他們包辦一、二名的 比阿豹真的像一隻豹一樣 那些爆炸力的聲音很厲害 說起來,我們多久沒見他吧? 阿豹走的時候 我們就在大酒店駕駛見過他 差不多三年多了 我打過幾次電話約他出來 他經常說時間合不合 我也找過幾次了 不過他兒子接電話 說他不太舒服,不方便 這次他打電話約我出來 在電話裡聽 他的聲音挺精神,不像有什麼事 其實年紀大,機器說有一點毛病 怎麼這麼奇怪? 不好意思 老闆,老闆 坐… 不要緊…遲一點而已 等了很久了,是不是? 沒有… 喝茶… 好,謝謝… 喝茶呢? 讓你順花跳起 好…謝謝,謝謝… 包Sir 為什麼打電話經常飛去留言呢? 我真的忘記充電了 好嗎? 沖沖水 謝謝… 我們先叫他吃 好… 幹嘛這麼急,先等人了 你還有約人嗎? 阿棠還沒來 我沒有他的電話 我大安知道你們幾個打電話 叫他來和大Sir慶祝 慶祝什麼? 大Sir嘔吐了 大Sir…生日快樂 小意思,馬上去 擦來看看… 我保證你一定喜歡 這個色水是你的心水,大Sir 謝謝我,阿棠 肯定適合,你的褲子跟我一樣 是呀… 駕Sir,你牛一不是… 你幾個真是… 不用問阿貴了 當然沒記得大Sir牛一,是不是? 要罰你們請吃飯 好… 補祖,可以加水 剛剛就加了 加什麼? 不好意思 去喝茶… 喝茶吧… 這麼久還沒吃東西了 我們還沒點 阿貴,剛才我看了 這裡有個八百八十八元的套餐 是對嗎? 有所謂 最重要是多加半扇售包 是呀… 加上薯包 喝茶吧… 喝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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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Sir生日,我們浪請觀音 威威二百五 那三十元就到我,我包底,好嗎? 好… 二百五一位 來… 好… 謝謝 好… 大Sir之後就到我生日了 記得要約湯來,我賺他就不掉了 我去洗手間 好… 大Sir,等我,我也去 大Sir,阿豹真的有點不妥 我有個叔叔是有老人痴呐的 他只記得很久之前的事 但是越近就越忘記了 你看我的褲子 是兩個月前我的生日 他叫我豹仔車下來撿到寶送給我的 我今天特地來給他看 想告訴他多麼健身 穿得多麼舒服 誰不知他又送了一條褲子 還嘴嘴聲聲說要跟阿棠吃飯 真是大吉利事過他 當就不知算了,不要刺激了 行了,我會做的 走開… 走什麼?米子 算好數目才行 大Sir生日嘛,我們狼請觀音 餵餵二百五 那三十元就當我的,我包底了 二百五… 剛才我… 有個小小小小… 我先寄什麼 沒事… 沒事… 二百五,來,來 好… 弄得我的頭都很燙,我先去吃藥 我忽然寄,好像明天要在醫院拿藥 先問兒子是否 阿豹 你的電話沒電了 好,來,用我一個 我忽然忘了兒子的電話號碼 我有個電話,我幫你打給他 好…謝謝 好…謝謝 兒子 阿豹,我和大Sir在一起 我想問,我明天是否要去醫院拿藥 前天拿了嗎? 那我忘了問了 你不用來接我了 這裡有車直接到我家 接下來嗎? 隨便吧,再見… 我兒子也要來接我 我開口等他 阿豹,阿金又是住在你那邊 好,不如叫豹仔車載他吧 是呀… 那謝謝豹哥 好…快點… 陪豹豹下去,等我豹仔車 好… 明天我們再約,好嗎? 好… 記得,叫阿豹來 當然… 叫阿豹來,好… 再見… 小心點 想不到豹這麼快脫到老人之外 現在老人之外叫老退化成 不僅是年紀大才有 沒有的,還是打個電話給豹仔 跟他說一聲就行了 豹仔,我是大Sir 是,阿金現在陪了你爸爸下去 等你的車了 沒事…你放心吧 不過這樣…我… 你爸爸好像有點不妥 我知道了,爸爸有腦退化症 看醫生正在吃藥 你們知道了嗎?我還以為你們不知道 你放心吧,我們做子女的 會看著他了,謝謝大Sir 不用客氣,就這樣吧,再見 阿豹真的有病了 所以說由你多年輕、多風光也好 病一說來這裡就馬上來了 說起來,阿豹有多大量 他好像和我大事差不多吧 再見 兩串,改端兩串就騙得很好 好 大叔, 進來… 對了, 有什麼事? 大叔, 不好意思, 我想提提你們 你們有三條管理費還沒交 當然, 阿壯的帥哥忘記了 馬先生的貴人事務 看看他什麼時候有空下來交 不用…我現在馬上交給你 三期總共多少錢? 三期一共二千七百元 二千…二千七, 數一數 一千二千, 二千七百元 剛好, 先給你一張單 謝謝… 那我不妨礙你了 我這條哥隔壁有事, 一起走吧 姊爺, 你在弄衣服就對了 來…我的褲子太長, 幫我挑短兩尺 我趕著給那批哥三人 不如你叫當家 你當家就說不空了 你做了針線事, 順手幫我挑幾針 有什麼這麼難?我又不趕? 飯事就給我我就行了 老爺來了嗎? 是呀, 叫子人幫我改一條褲 來吧, 給我吧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阿盈Sir, 你們到了嗎? 我馬上下來 約了老朋友喝咖啡, 我走了 再見 東家, 救命 我輝哥三十萬火急 趕著下星期要被小K穿 我真的沒空幫爺爺搞褲子 麻煩你了, 東家 好了…我快手快去買菜 我買廉宿應該有些時間幫你搞的 謝謝, 東家, 買點兩千 總是說蔡元K才有犯犯 你知道嗎?他有一張VIP卡 主題房有七折 就是說今晚不唱到先生 都對不起自己了 好, 待會兒 馬小姐, 很多節目 什麼事?東家 沒有, 全家裡是你最有空 那褲子是爺爺的 麻煩你幫他改短兩串 什麼有空? 我的時間一定會很默默的 你唱少兩首歌就行了 最需要對新鞋刮腳 如果不回來換鞋 就可以逃過一劫了 這樣也叫做一劫嗎? 我平時替你改衣服 我豈不是劫後如新? 你該罵吧 馬志仁, 你是不是很喜歡傳我 沒義氣? 我也叫沒義氣 你有錢買新鞋 我也沒追你月頭問我借的五百元 借錢當時就說明月美還 你這麼花錢發來, 味道月美乾堂 不, 你有錢出去唱歌, 先還好 沒有…當家人叫我改賣 我現在去改賣 我有針線, 你去哪裡?馬志 批他吧, 避得一時不避得一輩子 你不是很急嗎? 對呀, 關注水素, 忘記了 我找了 這個芷妮呢? 沒什麼東西 我現在正在來, 這樣吧 芷妮, 怎麼了? 大奶姑,你回來就好,我很趕時間 但是東家又要我幫爺爺改褲 怎麼辦? 這些事不用自己做 拿去爺爺那裡,幾天就搞定了 拿去哪裡?哥哥,姐找誰? 那個姐就是我,來吧 謝謝大奶姑 你記得幫爺爺的褲子改短兩寸 不然爺爺就會… 信不信我吧?自己拿回去 是呀,不要了…謝謝大奶姑,我先走了 臭女孩,你怎麼開場出軌呢? 怎麼樣?Richard哥 這件爭產來你知拿手吧 行了,按電梯幫你搞吧 好了,好,明天見,好嗎? 好,再見 怎麼這麼好手尾? 怎麼這麼好手尾呢? 炸料嗎? 老水生腸和鵝片,你拉菇喜歡吃的 拉菇一會兒看你吃飯,不回來吃 我又不是煮飯的 我怎麼記得誰吃誰不吃? 最近真的沒什麼記性 還有,越來越沒手尾,你看這褲子 我又挺快的 怎麼了?你還是這麼長? 長就改了 一個月的動作說 已經邊風,確定扔過來就算了 什麼事? 沒事 你這個樣子沒事嗎? 說吧 一天都是你 上糧不淨,下糧,說是搞定 一個月的好學不學 你…關我什麼事?我還做錯了嗎? 你那邊很吵 我正在唱卡,什麼事? 你借我的OK錶放在哪裡? 你還沒還給我 是嗎…我忘了 我現在要戴,你放在哪裡? 房吧 在房間哪裡? 我怎麼記得 桂桶,櫃邊那些,你自己拆吧 你問我借的時候,麻煩錢,麻煩喉 現在要你還,你什麼都忘了 不行,還有,我之前借給你五百元 你什麼時候還? 剛才我不是跟你說了月尾還嗎? 你有錢還嗎?沒錢還,誰相信你 那你有本事的 就在我的房間炒到錢,就拿去吧 不跟你說,飲哥 這個紙來紙都是這樣 謝謝 這不是放在一起嗎? 你死女兒,把錢藏起來了 把錢藏起來,裝窮? 等等,這樣算不算不雲自取呢? 你有本事在我的房間炒到錢 就拿去吧 是你說的,讓我把錢藏回五百元 我下次一定不會再借給你 謝謝 阿金又說來,這麼久了? 焦Sir,對不起,大Sir,遲了一點 難得你為人,你肯出來陪我喝茶 一出門口,炮仔打電話來 就再聊幾句吧 炮怎麼樣? 炮仔說想請私家可務照顧炮Sir 我打電話來問我認識人嗎? 我給他幾個電話,叫他自己打去問問 那有的人看著你會好很多 不過炮仔說做好幾天 他自己在家裡留,都不會老回家 腦袋不斷退化,別說老 連人都快不認得了 做了幾十年人,有什麼不妥 怎會不知道? 所以說不知道 就想瞞著自己身邊在意他的人 難道你裝沒事 家人又真的當你沒事嗎? 那這些家人真的在意你才行 現在什麼人不在意你呢? 我的孫子,叫他做點事 轉頭就沒那件事 連大Sir他都膽敢敷衍 他真的沒死過 就是了,大Sir,不是了 你真的要給姿態表示一下才行 小孩把你說的話像雨邊峰一樣 要學一下尊重才行 你說這句話最好聽 這樣吧,這頓是我的,別跟我爭 那就馬上來燒鵝吧 那就是灌湯搞家燒鵝吧 假創馬之人找到東西都亂了 馬小姐,幹嘛早上起床呱呱吵呢? 哥哥,人家昨晚太睏了 脫完Kate回來就不開眼 今早起床才發現他找到東西都亂了 昨天有什麼趕著出差 要在你房裡找點感覺吧? 找什麼也不用找到東西都亂了 他幫小K造型嘛 所以趕不及替你撿回來 他做事大了嗎? 那你下次別向他借錢了 當然不行 我是要借他的東西,然後不還給他 讓他這麼壞 我沒有你這麼好戲 那個盒子怎麼會在我這裡? 你昨天留在廳裡 我幫你拿回來吧 那個盒子不是我的,是爺爺的 爺爺? 是呀,我記得我三年級的時候 很願意去金魚街看金魚 爺爺有空就帶我看了整個下午 回到家我就把自己最喜歡的客人送給他 當是感謝他 全家裡我只看是你喜歡Hello Mimi 我還以為是你 爺爺喜歡把錢放進去 以備不時之商 我還是拿給爺爺 那你就順便去探探爺爺了 有人氣壞他嗎? 我今早問他喝不喝茶 他黑口黑臉說不去 試探軍情這麼重要的任務 就交給你了 當家裡你真是很尷尬 當家裡早安 我來找爺爺的 爺爺不在房間,他出了街嗎? 你去廁所掛吧 爺爺沒什麼不妥 當家說他黑臉指數強度極高 不知道,我昨天很晚回來 怎麼了?誰要生氣他? 當家派我來就是要我做親閃大師 了解一下情況 我問你,你又問我 你真是很煩 不過是,今早他好像一早沒說過話 臉還黑了鑊爺 爺爺早安 吃了早餐沒有?當家那邊煮了粥 不用了,我和朋友喝完早茶來 老大,你自己去喝茶 為什麼不拿點點心回來給我們吃? 我不記得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沒我們心? 心就有,不過是淡了 我現在說話沒人聽的 既然個個都當我透明 我也不需要上心 幹什麼?誰氣死你了? 你們去問一問子仁吧 原來那個真兇是馬子仁 有說他壞了嗎? 壞了也好 肯定他刷刷你爺爺的尾巴 他也不會有運閒 她願 Style 安靜啦 feature 他這書